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請凱亮來教我們一下 比較進階的課表 選手可以擁有到的 然後你今天安排什麼東西 今天安排左右的平球 那這個課表的重點跟重要性在哪裡 我們打雙打 平球一定是最多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你平球打得很平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有反擊的機會 相反的 比如說你平球很容易 一打就高起來 那你就很容易被人家反擊 那像你在打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把重點放在腳步 還是放在擊球 都要耶 當然腳一定要先到位 你手的控制也很重要 所以你在做這個東西 會刻意去做壓球的東西 對 也因為我們這個是進階課表 所以我們不用講太清楚 對 我們假設網子在這個高度 你在擊球的擊球點 會很刻意去抓網子以上的高度嗎 我都會往白網帶去瞄耶 等一下我在發球的過程當中 你會盡可能去抓比較高的球點 對 一定要搶找 我們自己去擊球的時候 一定要搶找 搶找之後 我就會盡可能把球壓平一點點 簡單來說 大家想要打得更好的話 就是要搶找 對 這是每個教練都不變的一個定律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請凱良 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來吧 好 幫他麥條 我們這裡沒有麥這個東西 不錯哦 帥哦 不要休息 你站起來 你只是幾歲而已 我最喜歡 來賓喘 因為盡可能不要我喘 不然會有生命危險 我覺得凱漾那個正拍還是一樣 那個手真的蠻 蠻靠北的 那個手有點讓我覺得 回想起我當時候跟你在對 在不敢跑的那種感覺 好啦 那我們講一下重點 然後等一下再穿對不對 我跟你講很少來賓比我穿 第一個 可是我們之後如果 這個教練系列開始的話 可能應該大家都跟我一樣穿 對對對 多找一點教練 我們之後會開始找教練 所以在線上的教練有種就來 你不要那時候都沒有什麼內容 這樣講會不會太嗆 但是你們如果來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免費行銷 就是讓學員知道說 這教練的內容會是什麼 你至少讓人家試吃吧 試菜一下吧 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怕人家問嘛 我自己也蠻怕人家問的 所以我都來問人家 沒有開玩笑 其實剛剛凱亮在打平球的時候 我發現如果稍微位高一點 你就會去壓球 對 遇到以往直高的 肯定就是下壓了 其實我看到片段當中 中彩亮的發力很短 對 我覺得更短 更短 就是在我跟你對戰的記憶當中更短 因為你還有在經過牙脯那一段 對 我有經過牙脯那一段 對 就是有在被洗禮過 所以更短更難看 所以打這個平球當中 你為什麼會做的動作那麼的短或小 因為打到國際賽的時候 大家球速都很快 所以一發力完就開始要準備下一排了 沒辦法說有太大的動作去打完 打完之後會覺得來不及準備下一排 那我就會變得很被動 所以我就盡可能的讓動作做小一點 然後讓自己準備下一排快一點 因為我不會想要說 用這一排 平球就去得分 我想說要用連貫的方式 打完接下一排接下一排 這樣才會更容易找到得分級 這個真的是重點 這顆平球並不是得分的主要求 對 只是去進行壓迫等待 他前場可能球會飄起來 或扶起來讓我前場去抓 或是我自己承動的 對 所以記得這顆平球不要拿去做得分的 很多人他出誤的想法就是說 他想要用這個平球就很大力 很大力就想要去得分 但是其實通常你平球是得不到分的 就我只能用連貫的方式去找得分機會 你如果平球得不到分 但他又是一個得分的過程當中 不可或缺的一顆球 不管是中場連貫到前場 還是後場連貫到中場 都需要有它的存在 所以應該是說雙打最靈魂的一顆球 就是這一顆球 這一顆球你會建議 國高中的選手他要怎麼去進行訓練 像我以前就是曾慶忠教練教我們 曾慶忠教練應該蠻多人不知道 但是是我們的偶像 我們那時期真的是蠻猛的一個雙打手 很猛很猛 而且他的膠球真的教得特別好 那我們就來分享一下曾慶忠教練的秘密 這樣講應該不會被要罵吧 OK 分享不管不管被罵再說了啦 反正也不在台灣遇不到啦好不好 就想像自己是第三拍的位置 搭檔在前面發 那我第三拍站了這個位置 那通常我們都是分開的 就單獨練正拍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是你手一定要伸出去 在你的腳啟動完之後 手就要先伸出去了 啟動 手先伸 假如說球真的比較旁邊了 比較遠一點點 那我才來移動我的這個腳 那假如說我一伸出去 手就可以打了 那我就直接就回拍了 好 然後有一個重點是 我手伸出去的時候 拍子盡量擺成橫的 很多球員他會拿出來變成 這樣子 直的 那直的時候你就只能由上往下 但是你沒辦法做到 假如說球比較低的時候 你這個動作你就打不了了 你從上面再拿下來抽就會比較慢 而且球很容易偏高 不好控制 所以我們會拿出去的時候 讓拍子就直接是橫的 這樣不管球是高的 還是球是低的 我都有辦法做一個 往平地打的一個動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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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 沒關係啊 又不是我斷的 很不負責任耶 好尷尬喔 又不是我斷的 哪有教練還拿那麼硬的球拍啊 打球會用這個啦 發球就不會了 喔來 好來 好 這就是你在練瓶球都會用單邊在練球的一個動作 先用單邊 先用單邊會簡單一點點 其實我們在選手也是透過不斷的練習 才有辦法去打出這麼漂亮的球 那我相信凱亮 就不要說他現在目前這個出手方式 他在高中時期那時候已經生甲族了 其實他出手還沒有那麼小 那他已經去亞伯西地過了 我覺得這次看他打球真的有變 畢竟我們國中高中都一直纏在一起 反正就是六年都一直在對打這樣子 就是很像隊友這樣子在打 看他又往上一階在打的時候就 他變了 那我覺得這個動作還是由大變到小 尤其一開始可能中階球員你目前打不錯的話 你比如想說他的出手那麼短你要學那麼短 其實就是慢慢的去做練習 但是有刻意去慢慢把自己的動作修小 你看他的動作那麼小的好處是 他在放小球的時候沒有那麼明顯 那其實我們在打這顆球 我們會打波跟抽 一樣的就是動作要一致 動作一致線就會比較重要一點 他的架構是同一個架構 所以你不能讓對手太早知道你要幹什麼 其實打到最後只要你遇到我們都會打球的話 他想幹嘛我知道我想幹嘛他知道 那就看怎麼去delay到對手的觀察 就是你在球場上觀察的能力要噴槍 然後要隨時跟著對手的戰術去改變 你這樣才能在場上更早的拿到優勢一點點 簡單來說就是主動一點 對 然後再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要讓他覺得我可能會打平球 然後突然又擋住 那可能就要做前後的東西 那個就是我最不喜歡的 跟我一樣我也不喜歡 看起來不像 大概就是這樣啦 凱亮今天帶來的就是一個 雙打非常靈魂的東西 那由於我們剛剛放完年假 我們就不要開展 對不要展 我覺得不要展 為了我們身體健康 等一下攝影師有意見 真的嗎 要站一下限制區 也是可以站一下限制區 跟他拼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你可以嗎 你怕被我開虎是不是 對 就怕丟臉 前面 我是沒差欸 因為我從而出到尾無所謂啊 那就打一下 非常謝謝凱亮今天 帶給我們的平秀各方 雙打手好壞看限制區 對 然後看我怎麼處理他 廖教練今天要開虎了 只是說我們已經很久沒打球了 你也回他蠻久對不對 對啊 你去找小叔有打 找他逛夜市啦 你找小叔逛夜市 小叔又飛出去了對不對 對啊 我就遇不到他 好啦那我們就來下一場 好 謝謝凱亮給我們今天非常棒的特兵 謝謝謝謝 出街也有專業也有 開始吧 好 謝謝 好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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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站住 抗頭 倒帥了啦 來吧 來吧 看不到就算了 有多多包 1 2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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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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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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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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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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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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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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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住前面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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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累了累了 這裡是你可以 你可以把腳架拆下來 我們兩個做的結尾 只能說很遺憾阿 很遺憾廖教練還是沒有開火 好啦謝謝卡漾不用打 然後到最後不跟我打平手了 剛剛球拍太軟了 從我媽的球拍又換成我爸的球拍 好啦大年初六 來跟你下一場好舒服喔 謝謝謝謝 今天輕輕鬆鬆都好了 與我還是一樣 被攝影師Cue一個 忍不住再來一場 好又輸了 下次我就贏 謝謝攝影師給我這個機會 我想今年 今年雨球舞蹈不會那麼好練的 我過完年要開始去上健身房 開始要練了 我要回歸了 你要怎麼說呢 真的真的 還是減肥 你不減很久啊 閉嘴 好啦謝謝凱亮了好久不見了 謝謝謝謝 其實我就是說 打球齁 你不見得可以說打到很底 但就是 在這過程當中 有很多可以回憶的 然後也可以認識到很多朋友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好好打球 認真打球 其實羽毛球這條路 還蠻遠追走的 如果是選手 現在國中高中的 就好好撐過這幾年 反正有沒有打上去不一定 但是未來 羽球肯定對自己很有幫助 台灣的羽球人才很搶手喔 大陸也很缺啊 他們沒有那種 校隊 沒有那種 國中高中一路打的東西 他們就是 國小練了 之後 要馬就去省隊 要馬 就沒了 所以就是說 台灣的羽毛球 現在水準算在多地上已經很前面了 對 然後也感謝在線的選手 那麼努力啦 今天你的節目到這裡啦 好不好 謝謝凱亮也謝謝燕瑞 初六都讓我邀請出來 這樣 感謝攝影師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謝謝掰掰